今天聊一下劳力士的一些乱象 因为近两年手表这个东西很多人开始玩 最近我看到最多的是 是有些表我会觉得它的价值 跟它的本身的表的销售量 就总量还有这个表的形状 我觉得是不符的 我打个比方就像劳力士的绿金笔 116508 那块表的话我记得很清楚 大概是两三年前的话 我基本上买这样一块表的话 只要花到20万左右 最便宜的时候17万19万也有过 那么现在的话我去看那个表价格 好像要四五十万 那么在19年的时候 绿金笔也有过一次暴跌 但是最近这两年 这一年多又涨上去了 我个人觉得绿金笔就是个 中表界的一个乱象 这个话怎么说 因为我个人觉得你有四五十万的钱 其实有很多品牌 有很多表款可以进行选择的 不一定要买劳力士的那一支绿金笔 虽然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迪通纳的一个人 我可以说是劳力士的粉丝 也是劳力士迪通纳这个系列的粉丝 但我个人都觉得 花很多钱去买绿金笔这样一支表 是没有意义的 首先是绿金笔它是量产的表 它没有说它一年指出我限量一百块 我限量两百块 对吧 或者说我总产量它限量一百块两百块 绿金笔基本上就是劳力士再惨的 它也一直在销售的一块表 而且我觉得它颜值并不好看 因为我觉得绿金笔就绿面的那个光泽面的那个绿盘 配那个黄金的那个壳 我个人感觉有一点土 就是我常说的就是韭菜草鸡蛋吧 所以那支表 我没有说那支表很难看 但那支表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不符合当下这个价格的 我觉得价格有点太高了 那么今天我给你们看到的是 我面前两个原转的 冰糖原转的老力士迪通纳 它们的价格都没有一支绿金笔贵 而且它们比绿金笔要便宜很多很多 我没有推荐大家要买这两支表 我的意思就是 买一支黄金的绿金笔 我还不能去买一支原转的迪通纳 因为原转迪通纳本身它的发售价格就很高 而且现在的原转的迪通纳 绝对是被这个市场低估的 你要想现在一个绿金笔的价格都可以买一支原转的迪通纳 而且还有余钱可以再去买一支水轨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的病态 就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小伙伴听我这样分析 也会感觉这完全这是不对等的 以前的话如果这个市场还没有在起伏的时候 一般性一个原转的迪通纳 它可以卖两块到三块两块半的绿金笔 因为绿金笔那个时候只有17万 17万到19万 那么现在这个价格我就感觉很离谱 对吧 所以说迪通纳的话我个人还是推荐 要么你就买钢笔 因为钢笔是永远的经典 对吧不管是现代的钢笔还是古董的 像我今天拿的就是这样一枚 老历史626 它就是六七十年代古董的手卷迪通纳 这是非常符合我的审美的 因为我会觉得这样一支很老的迪通纳 它在手腕上就挺复古的 我很喜欢那种复古的感觉 而且它比例它是38.5尺寸的 它的比例跟我的手腕非常的服贴 对吧 如果不了解古董类的老历史的人 可以去买一些现代的老历史玩 也有很多选择 也有很多性价比比较好的 所以说今天我想说的就是 就不说其他品牌吧 其他品牌也有 我们就说老历史里边的 单独一个系列里边的某一支表 就今天我拿老历史的绿金笔打个比喻 我就觉得绿金笔的价格完全不符合现在的 就是它的价格跟它的产品是不匹配的 我觉得已经太高了 我觉得很高 可能很多小伙伴说它以后还要涨得更高 60万70万80万 那都有可能 因为我的分析不一定是正确的 但我就觉得花那么多钱去买这样一支表 它是一个量产的表 它是一个现代表 它是一个可生产的 可复制的 也是数量很庞大的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 我不会选择这样一支表 我反而会用这些钱去买一些特别的 或者说一些比较稀有的 或者说我个人感觉它的价值要比绿金笔要高的 比如说像我面前的两块那个圆转的 116589 对吧 这一块还是比较普通的 它是一个冰糖的 一个圆转的 一个T方转的 然后这块就比较稀有了 它是就是劳力士今年不是出的那个隐石面的T方那吗 它等于是隐石面的T方那的鼻祖的 所以隐石面的T方那不是今年才有的 是劳力士以往很多年前就已经出过的 很多人都说 劳力士今年开始出隐石面的T方那 从来没有过什么史无前例 这个都是胡说八道 劳力士的隐石面的T方那 它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出过了 但是劳力士的隐石面的T方那 如果加冰冰蓝的转圈的话 就冰糖圈嘛 我们说冰糖圈的话 那是非常稀有的 但是这样一支比较价格 也基本上跟一支滤金底差不多 所以我就是滤金底的话 要跟它做比较的话 那么谁更有性价比 谁更有收藏价值 或者说更有可玩性的话 我觉得很多小伙伴应该 心里面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所以说今天我就基本上说到这边吧 还有其他品牌 包括百大菲利跟爱比 里面都有某几个款式 那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太离谱了 我甚至觉得有那个钱 你为什么不去买那些其他的东西 对吧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也不能跟大家一一分析 到底去买些什么东西 就是不是等价的 就产品跟价值 不是相等的这种产品 这种品牌产品 现在市面上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钱 每个人挣钱挣来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要买一支 第一自己要喜欢 当然了喜欢最重要的 就是千金难买心头好吗 如果你真的喜欢滤金底 真的喜欢那些 就是我无所谓的 我觉得我喜欢这支标 我可以花大价钱去买的 OK那没有问题 如果就是 我是想进行一种投资的 或者说 想跟身边朋友去讨论的 想买一些 就是大家都觉得也不错 但我也觉得这支标不错的 那么我觉得 你可以慢慢的去看 慢慢的去分析 慢慢去选 你喜欢的标 就是颜值也有 投资价值也有 然后性价也有 我觉得那些表会比较好玩 那么今天就说到这边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